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这次不光是改名字了 就从它的长相上也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比如说我们这辆拍摄车 它有一个特别听起来很高级的名字 你猜叫啥 当然猜得出来了 大师版 听起来好像非常 叫大师版 大师版它是整个中网 你就简单点接下来 它是竖的 一条一条的 特别像是某日系的感觉 对 就是超红脸 然后同时还推出了一个横格的版 就是横条版 就是横的 一个横的 一个竖的 所以从视觉上 你是想纵向的看着它更立体 还是横向的拉伸的 完全取决于大家伙子自己的爱好 可以看到这包围确实挺浮夸的 不止前面后边 这整个凸起的部分 真的很长 最近我们的同事也说 看完这个车就觉得 这车是不是比某某车型要大 我说没有 就是加了套件 为什么感觉这个车这么大 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传奇做到了 就把这个车加了一个 换了一个包围 换了一个套件之后 明显整个车的气场 感觉更唬人了 对 确实非常唬人 这一点还是值得肯定了 但是玩样子 我心里边又想到了一个车型 是吗 又是一款经典车 好 我就看看到底有多经典 外观 其实这个车要说的挺多 因为它有不同的版本 但基本上也跟大家去拍到了 然后看一下这个版本之间不同的区别 长度 叫其他普通的 只是长了大概6厘米左右 因为毕竟 有一个包围的加持 对 接着咱去看看改轿传奇M8的里面的空间表现 看赢不赢你 肯定看看 周老师 感受一下的吧 看完了之后 整个的内饰还是有一些变化的 感觉相比过去的曾经的普通的GM8 瞅出来了 你看前面梯子区那一块电子挡瓣 而且整个造型发生了变化 下面空间比以前更大了 而且储物能力更强 再有这些小细节 你看 这踏尸版的颜色的新的搭配 包括 但是白色座椅 该说不说 就是倒霉孩子是它的克星 也不太紧张 但其他的这块 包括后面的钢琴棋的这种材质 储物的空间 这个充电的扩展 我觉得做的都比以前要更好了 包括有感觉到 这个看可以看 刚才在服务手上翻开之后 里边这些座椅通风 座椅加热 电动调节 往腿托调节 这个独立座椅的功能还是非常 关键是你看我们小范围灯 给你创造的这个感觉 好不好 反正我就觉得 就包括我刚才打开中间桌板 有种丰田的某顶端SUV的这种感觉 懂啊 手机往这一放 桌板 然后这块有一个杯子架 不过作为同等类型的产品 它的轴距上其实不占有优势 坎出来讲 但是在三米的轴距之下 第二排的这种VP的感觉还是很棒的 可以直接来参考一下我现在的坐姿 不过嘛 这个赢不赢的 我得让你看一下第三排 第三排的这感觉 不管啥样的MPV 只要你不是四个座的那种啊 像某什么什么M那种 咱就得看看 能不能坐下 更 让七个人更舒服的 对 坐在里边 对 知道为啥这车 我非得要强调一下来第三排了吗 之前咱也比过MPV 就是说我也跟你说了 我说三米的轴距 听起来好像没啥 但是现在你看我的第三排的空间 是不是有点 浮夸了是吧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也不看看老师 我现在前排的腿部空间 我都已经是在歪着坐的 我给给你的 你是什么时候截肢的 这是上废腿 为了保证 刚才我们说的 把第二排座椅先调至最前 我会发现这个座椅 确实最前的位置的时候 好像不太能坐人 太平命了 赶紧把腿拿过来 一会儿都不流血了 来调到一个比较合理的位置 还有一拳 对 现在这个比较合理的位置 你看 现在你坐的一个位置 然后你背 你可以稍向后调整一点 因为我现在的第三排 第二排的腿部空间 即使现在老时候调了之后 我还超过了2000以上 并且大石板 我有一个最直观的感受 这个座椅的填充的材料 绝对进行了重新的调整和优化 我觉得一样MPV 平价它好和坏的 单从座椅上来讲 我的唯一诉求就是要软 要喧唬 你说怎么样 感觉 能接受 就这一块 能接受 能接受 你这定可以 我觉得已经很软了 就跟之前相比较而言的 就是这辆车真的在座椅上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就我们拍的那样大石板的 座椅的这种感觉 单说柔软度上这一点 是不是 而且第三排的腿部空间 比想象的 电机想象的 对吧 然后它的靠背也可以调整 你看我把这个范围 又抬了 你说是不是可以 是 是不是中吧 对 是没什么问题 但此时一个疑问就是 那后备箱还能不弄用吗 后备箱啊 还有必要看吗 那有必要啊 必然还要参考一下了 是不是 行 依你 走 看看 这后备箱空间 行不行吧 我觉得还行吧 最起码刚才 留下你养过的痕迹之后 可以看到这个头颤 可能已经到了这个极限 可能最后留下的真正的储物空间 也就只是这一部分了 来了 这边可以看到正常的储物空间 其实还是符合一个正常MPV的一个空间需求 就是满足基本够用 还是行的 但是你要说七个人拉很多的行李的话 那这个就有点小了 那就是只能把第三排座椅收到了 对 我觉得该好都好 该有问题咱得说是吧 对 不过其实还有一点 对于这辆车 我个人有一个小的心愿 就是它能够把第三排能够加上一个滑道 就滑轨就更好 因为前天备阳已经有了 而且角度其实不小 对吧 我刚才躺的第三排 大家已经看到了 如果再加一个滑轨的话 就能更好来根据自己的使用需求 来调整后备箱的空间是大还是小 这就可以了吗 因为毕竟刚才咱们也看到了 第三排的乘坐空间 还是相对富裕的一些 是吧 毕竟你不可能天天都是七个人满载的状态 没错 但是看了半天25万 你选了一个传奇GM8的 传奇M8的大士版 对 那想不想看看我那台车 我猜一下 我觉得你猜不到 行 我看看到底是啥 要说要玩外观 看着年轻好看 我选择的本田奥德赛 这个年轻外观好看 我觉得你是改完了奥德赛吧 我觉得那个是非常的激进的另一种风格 但是就原厂来说 奥德赛已经算是这个MPV 尤其是25万左右一款 以颜值组成的车型了 我们大士版都已经给你改好了 完全是走的商务风 对 你看你是走的商务风 可是我们M8的大士版是走商务风了 那奥德赛呢 奥德赛其实走的真正还是居家的风格 对吧 那居家风格 我觉得刚才你商务风的这台M8大士版车内空间表现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的奥德赛 你以为居家风格就空间不好了吗 哎呀 我对它很熟悉了 那进去看看呗 走吧 那进入奥德赛的内饰了 对吧 非常熟悉的风格 我觉得并不需要我再去针对内饰设计给你详细介绍了吧 那给我介绍什么 说空间啊 是吧 我们看首先第一坐在这个座椅的上面 也是同样的两个航空座椅 我们这小细节 你看 在扶手的位置给你设计一个能专门放手机的位置 刚才说所谓缺乏的小桌板 我们也有 这质感不比你这车强 看上边这木屋 对吧 包括这个座椅 你可以看到侧面的座椅调节 我们是为了这个左侧的这个按钮 包括还有座椅加热这些功能 其实实际起来真的非常的方便 其实啊 赵老师你说这个我都同意 但是对于奥德赛这辆车我最喜欢的 也是咱们之前做的对比的 就是这车的座椅可以 我力量增进 尤其是在四座和七座的状态下 这个后排滑轨延伸的距离是不一样 对 但毕竟对于奥德赛来说 我明显可以感觉到 它其实并不会像你走商务缝的M8的大石板一样 可以把第二排座椅调的非常的靠后 是 对吧 但现在我这个位置应该已经调到 看这是最后的位置了 其实前排的腿部空间相对是小一些 对 往往调的最小的话 此时来试试 好像似乎已经顶到了极限了 对 跟刚才那个差不多是吧 对 其实都是可以顶到一个很极限的位置 但真正在你这种合适的位置 我现在目前目测第三排其实我是可以做的 是吗 那我就调整一个我的腿部的距离 合适的位置 咱看他第三排的一样 好嘞 我现在来到的第三排 可以看到 其实在你能乘坐的一个空间下 我第三排的空间也是非常的满意 我能坐的这种也是让我自己觉得有点 憋屈在这儿是吗 对对对 那你可以放心的调到最后 对我现在要把腿部空间要调大概 两拳 两拳的腿部空间 你可以看到 其实对于奥德赛的第三排来说也是完全可以乘坐的 包括我的第三排座椅也是可以调节一个靠背的角度 来保证一个不同的舒适性 那另外呢 其实刚才咱也聊到了 就是如果我第三排座椅去收纳的情况下 其实第二排座椅还是可以往后放更多的距离的 把这个车实现成一个类似座的模式 四座的那种VIP的感觉 对 所以其实对于这台 我们所谓的更倾向于居家使用的MPV来说 其实它也完全可以应付一些商务的用途 对吧 那第三排空间 我认为两台车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差 座椅柔软程度呢 座椅柔软程度 我觉得主打居家的奥德赛在这方面从来都不差 坐起来你看 非常享受 我觉得还是没有M8的单说柔软程度上没有差 是 那相对来说是偏那么硬一点点点 是吧 行吧 你的后备箱向来都是你的优势 我知道 但是那也得看一下赢就要赢的体面 是吧 看看后备箱 看到没有 又是一个非常空旷的一个后备箱空间 是 奥德赛嘛 就太熟悉了 是吧 所以说这一点上 是不是还是赢了你 单说后备箱这一点 这个收纳能力确实是这辆车的一个很大的优势 不要紧咱其他那项不也领先了吗 所以最后你认为如果归奥德赛和M8的大师版 你会怎么选 就像我们两个给大家挑的这个车型的 其实在对比当中的风格都是不一样的 而且区隔会很明显 我们想比如说M8的大师版 它是典型的在原来的家用的风格基础之上 无限的去往了商务风格去靠 很夸张的那种包围的造型 而反观奥德赛就显得更加居家一点 每一处都比较实用 走的是更加务实的那种 对 这明显就是奥德赛有本田的那么一种特质 就是很简单 但是有很多的东西都用在了恰到好处的地方 总之在这两个车之间 肯定可以根据自己的预算 不过他俩的价钱的跳跃的空间 还是区别非常明显的 比如说都是从最低配的价格开始的话 我们不买顶配的 所以大家也根据自己的预算 和自己实际的使用场景的真实的需求 来做一个更真实的体验